1947年4月初的一天深夜 天津城区的老百姓们突然被一阵巨响从梦中惊醒 这响声是从东面传来的,持续不断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爆炸了,隐约还能看见火光 很快,市面上就有留言传出 说是位于唐湖新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火库让人给抢了 而且抢完了还放了把火,引爆了仓库里面的弹药 当时美军在中国的地位,犹如太上皇一般 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态度简直是比亲爸爸还亲 是谁这么大胆敢对美国爸爸下中手呢 1945年9月30日下午 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18000人在唐湖登陆 随即派出先头部队1200人乘火车开抵天津室内 同时也派进炉台数十人 10月1日到达天津的美军打3000人 2日美军陆续侵入北平和唐山 随之有1410名美军侵占青黄岛 为大批海运国民党军进攻山海关和抢占 祭东东北做准备 10月11日 美海军陆战队第三师18000人又在青黄岛登陆 接着美军用军舰水运和飞机空运 国民党军队到北平天津唐山 并攻占我纪东解放区烙亭海洋镇和山海关 在北宁线上 美三里修筑一座碉堡封锁交通 并作为向解放区蚕食进攻的据点 1946年1月 美军在星河车站以西两公里处 圈战明田建成星河飞机场 该机场东陵唐谷港7.5公里 经常有飞机联络 飞机场内设有规模庞大的军火库 由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中将司令何华德负责管理 从美国运来了大批美式武器 弹药装备 储存于该军火库 据美国驻华记者透露 库内军火可供六个式的军队打八个月之用 这个军火库除了供给美军 也向国民党军队补给装备 当时由天津等地调往济东或东北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 到这里都要停留补充军备 1947年初 国民党军整编第62师第151旅第452团 由天津调到唐山进攻解放区 就是在这里补充了全副武装 截至1947年4月 在唐山集结 打算调往东北参加内战的另四个团的国民党军队 也从这里补充了军火 这个飞机场及军火库 均由美军严密守卫 场外驻有兼顾攻势及电网 还有美海军陆战队的装甲车和坦克不断巡逻 美军在这一带横行霸道 老百姓对美军非常愤恨 一再要求把美军赶走 当时共产党的武装力量 在这一带只有一些地方武装 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 都远远不能和美军 以及附近的国民党军相比 在美军和国民党军队看来 这些个土八路根本不足为惧 自己完全可以高枕无忧了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改善部队的装备和弹药供给 组织上决定打掉这个军火库 武宏当时担任宁河县县委委员 县大队长亲自指挥这一仗 1947年初 宁河县大队就曾经派出过小分队 对这个军火库进行过袭击 做过火力侦察 后来又派出一位侦察班长 在群众的配合下 对美军兵力和军火库的情况 进行了细致的侦察和了解 武宏抗战时曾在这一带活动过 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 但他还是和部分同志 化妆前往新河机场附近 查看地形地物和敌人新增加的 攻势及障碍物 然后制定出作战方案 明确了主要突破口 通向美军军火库的道路 只有一条 由新河镇通往飞机场的狭窄公路 唐姑柱有美军装甲车队和国民党军队 新河驻有国民党宁河县警察四分局数十人 于是 仙大队决定由二连担负攻打新河警察局 破坏供电线路 阻击唐姑敌人增援的任务 根据了解到的情况 军火库四周 有水深约两米的护墙盒与铁丝网 每百米建有炮楼和暗保 手背严密 待二连在新河镇打响后 一三连击发几对军火库首递的攻击 决定由三连从东缅阳宫 一连从北面主攻 这次行动强调在执行部署时要灵活 如果被军火库首递发掘并开枪射击时 一三连不必等待二连打响就展开攻击 即使二连打不下警察局 也可起到阻击增援之敌的作用 参加这次战斗的出现大队三个连三百多人以外 还有三个曲小队一百多人和民兵三百多人 共计约八百人 曲小队的任务主要是担任警戒和负责抬单架 民兵是负责搬运军火 县大队的指战员大部 曲小队 民兵 几乎全部都是本地人 他们恨偷了张牙舞爪的美国兵 这次听说要打美军军火库 都非常高兴地说 美国佬当了我们的运输队 打开军火库 我们子弹扎要多了 打敌人的镜头更大 胜利更有保障了 4月3日夜幕降临后 部队从驻地出发 带着干粮 轻装往南寂静 到4日凌晨天微亮时 部队到达距新河飞机场以北 二三十里的黑珠河北部 在河旁扁淡港外的壕沟里 隐藏起来 严密封锁了消息 避免了敌人察觉 天黑以后 部队按预先部署 分别向目的地运动 在深夜11点多中 二连迅速包围了新河警察局 敌人有的已睡下 有的还在打麻将牌 被我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予以歼灭 并迅速切断了高压输电线路 破坏了敌人的照明设备和电网通电 当军火库的美国守军 听到新河镇方面的枪声 夹着机场电灯一灭 就胡乱打枪 我部队立即发起攻击 一三连同时对机场 从东北两个方面展开进攻 冲过敌人的防护壕沟 剪断铁丝网 猛打猛冲 很快打掉了几个炮楼 向纵身发展 美军组织反扑 被我军击退 又组织第二次反冲锋 企图顽抗 一带增援 县大队的正面部队雨敌激战 一连的一个班迂回到敌支左侧 两面夹攻 击溃了敌人 同时 我军三连遭敌阻击后 也在勇猛冲杀 和一连的同志 迅速把敌人压向西南角落 集中火力 把美军和国民党军 打得死得死 逃得逃 乱成一片 此时我军按照预定计划 打开军火库 民兵搬起铁皮弹药箱就走 由于没有任何车辆 只能靠人搬运 几百人只能搬走极少的一部分 后边的战士 一面掩护大家撤离 一面向军火库 颇起油点火 边点边撤 接着就听到 哔哩啪啦 轰轰隆隆的弹药爆炸声 很快爆炸声震天动地 火光冲天 爆炸的巨响 震破了附近居民家中的 穿户纸和玻璃 一直爆炸到第二天 5日零时40分左右 美军从唐沽 开出装甲车和坦克 十余辆赶来增援 而我们的部队 民兵 早已扛着弹药箱 胜利返回了 这次战斗 共闭伤敌60余人 缴获机枪两挺 卡兵枪和步枪40余支 搬回炸药20多箱 子弹10万多发 我军伤亡6人 这一仗摧毁了美军军火库 严厉打击了美军帮助国民党 打内战的起演 显示了我军的威力 5日 宁和县委迅速把这次胜利 映出捷报 发至全县各区村 群众们无比高兴地说 县大队不简单 袭击美军弹药库 蒋军靠山败得惨 活药库上了天 反动派们快完蛋 季东人民快解放 新华社通过电讯 及时做了报道 各解放区报纸做了刊载 鼓舞了解放区人民的斗志 美国的报纸如纽约时报 前锋论坛报 以及纽约所有的晨报和午报 军医首页登在 美军新河军火库预袭的消息 按说美国人吃了亏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可是接下来 美国政府的反应 却让人颇为不解 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 爱奇逊 在华盛顿对报界称 国务院对中共袭击 美海军陆战队是尚未采取外交步骤 又称 海军陆战队将自行采取步骤 翻译成大白话 爱奇逊的讲话意思就是 这个事 美国政府就装作没发生了 那么 美国海军陆战队 又是怎样 自行采取步骤的呢 据驻天津美国新闻处讯 美陆战队第一师司令 何华德将军宣布 唐古新河之美军火库 已于4月21日 移交中国国民政府 此举其为之为移交 不若为之为 美方将该军火库放弃 由于共军对该军火库之预谋 而主动之攻击 美方被迫 没有出于将该项军火 移交国民党政府之意图 此次移交全息应急措施 不受任何中美协定制约束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此事就死不了了之 直到基东全境解放 平均战一开始 国民党政府始终没有人去过问 这个已经成为废墟的军火库 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 到1947年9月 就全部从中国撤离了 军火库被抢 美国大兵被杀 这是美国在中国吃的最大亏 如此机制大辱 美国人居然忍了 这在当时也算是罕见之事